第五题 在运矿泉水的货车 突然遇到前方有事故而紧急刹车 则当时车上支矿泉水的水面变化为何 根据牛顿低运动定律 惯性定律 物体会保持原本的运动状态 所以现在呢 车子往前走 矿泉水也往前走 突然紧急刹车的时候 水要保持它向前走的运动状态 所以水面会往前移动 因此第五题问我们说 则当时车上支矿泉水的水面变化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我们的水面会往前运动